养酷赚不赚钱 不仅要配备粮舍和粮料 还要具备粮种和粮法 看上去简单 想要做的科学合理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饲养鼎鼎有名的新西兰兔更是如此 本期农广天地 就跟大家说说新西兰兔的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新西兰兔是著名的 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 山东省运城县在养殖中 实行了粮种 粮舍 粮料 粮法的配套管理技术 确保了新西兰兔 良好的生产性能 下面就带大家去实地参观一下 学习学习 他们出众的养殖经验 山东省何泽 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 在他们的加工车舰里 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 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 这个产品标识 这个产品标识 可以说菜区爽字 实为字 标识代码 这实为数字的标识 就是全两尾代表的 是公司注册号的最后两尾 加洋制基地的编号 后两尾 加生产日纪念余日双方 小小的包装箱上 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 还能看到企业代码 基地代码 这样追溯源头 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 一目了然 对餐桌上的兔肉 使用起来放心不少 不过 您知道吗 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 既要有加工实力 更要有养殖实力 好源头才有好品质 随宪法副总经理告诉我们 为了保证兔肉产品质量 他们首先从源头抓起 在新西兰兔养殖中 实行了量种 量舍 量料 量法的配套管理技术 确保了新西兰兔 良好的生产性能 白日国 是一位从事肉兔养殖 三十多年的高级兽医师 在肉兔养殖方面 有着独特的心得 位于山东省运城县 洋庄吉镇的 这个肉兔养殖基地 就是它 按照量种量舍 量料量法的配套技术 进行管理的 换过隔离衣帽 经过消毒以后 白老师带我们 进入了养殖基地 这个养殖基地的生产区 分为种兔养和商品兔养 从高处服饰 外观非常漂亮 白老师告诉我们 在这里饲养的主要是 新西兰兔 新西兰兔属于兔科 学兔属 原产美国 是近代著名的 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 毛作有 白 黄 棕三种 因黄色被毛 与新西兰地方野兔 毛色相似而得名 目前 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 它眼睛呈粉红色 头宽圆而粗短 耳短直立 耳背边缘毛密 臀部丰满 腰内部肌肉发达 四肢粗短有力 全身结构匀称 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 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 种公兔4至4.5千克 新西兰兔以早期增种快 抗病能力强 繁殖能力强 饲养周期短 铲肉率高 肉质细嫩等特点 在群种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 新西兰兔不耐粗似 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 要求较高 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 早期增种快递优势 得不到充分发挥 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 是需要十分注意的 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精 喜肝怕湿 群居性差 学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 在饲养中 要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 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 主要包括哪些呢 新西兰兔产肉性能 体现在生长速度 料肉比 屠杂率等一些方面 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 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 通过平均日增种 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速度 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 它作为中型兔 四至十周龄的平均日增种 达到五十克左右 新西兰兔肉质细嫩 铲肉率高 料肉比为三比一左右 屠杂率指动体重 占屠杂前活重的百分率 屠杂率越高 经济效益越好 新西兰兔屠杂率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动体净肉率在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还是不错的 繁殖性能包括兽胎率 产子数等一些方面 兽胎率指母兔 在一个发情期中 配种兽胎的百分率 也就是一个发情期 配种兽胎母兔 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 新西兰兔的兽胎率 可以达到95%左右 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 新西兰兔 这个范质率比较高 你在这个正常的控稳情况下 一直新西兰兔平均下来 它一年可以达到七至八五 产兔可以产到四十五指到五十指 新西兰兔 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 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 在提高肉图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我们来说说两种 种兔的挑选 可以说是新西兰兔饲养中最基础又最重要的一环 只有挑选到优质的种兔 才能繁育出高质量的后代 进而有效提高养殖效益 经过多年饲养 当地养殖户已经在挑选种兔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优质的种兔是兔业生产优质 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 优良种兔在四位全价饲料条件下 达到2.5千克的上市体重仅需70至75天 所以在新西兰兔养殖中 种兔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 新西兰兔种兔的选择方法有细谱鉴定 个体选择等多种 还要求新西兰兔种兔健康状况良好 从外表看 毛色纯正 眼睛有神 四肢灵活 不存在儿选 满虫 呼吸道等疾病 生殖器官健康 种公兔高丸发育良好 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 一般可以从6至8月0的后背种兔中进行选择 条件良好的兔摄能很好地提高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 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兔摄分种兔摄商品兔摄 白瑞国带记者首先进入了种兔摄 这可让人大开眼界 诶 这种兔摄里面的兔龙体积怎么这么大呢 一般的养兔场为了节省空间 种兔使用的兔龙也就是长50厘米 宽和高为40厘米 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兔龙比常用的种兔龙可是大了不少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不浪费空间吗 因为咱们的企业是一个出口吐龙的企业 我们对咱们的企业特别是从苑兔爪气 从洋寺爪气 洋寺它对兔龙这些营起来 在动物福利当中有一个要求 也就是兔龙必须得打倒 60公分高 60公分款 60公分长 白老师解释说 新西兰兔喜欢活动 如果兔龙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可想而知 他的心情有多烦躁 给他们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后 新西兰兔就会心情舒畅 提高食欲 这样 生产性能 生长速度等也都会相应地提高 这样的种兔龙 60厘米见方 足够种兔在里面闪展腾挪 自由活动了 可在距离龙底30厘米高的地方 却出现了一块铁丝架塑料板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不时有兔子在这铁丝架塑料板上面 蹦来蹦去 记者想 这一定是为了加强兔子运动 而设置的跳跃台了 旁边的白瑞果老师笑而不语 难道这跳跃台还有其他作用吗 看来这个秘密 稍后我们再让白瑞果老师为大家解答吧 看完种兔涉 白老师又带我们来到了商品兔涉 这里是啥情况呢 商品兔涉没有种兔涉那么高的要求 这里的兔龙与种兔兔龙相比 体积小了一些 大约长50厘米 宽和高均为40厘米 这样有利于育肥 另外我们还发现 四位兔子的料盒 有些是由塑料材质制成的 这与由金属制成的料盒相比 有哪些优势呢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为利于新西兰土生长健康 延长料盒的使用年限 他们也下了不小的功夫 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 是一种节能环保性的料盒 具有造价低廉 坚固耐用 容易清洗等特点 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 不会因为突射内空气湿度大 而出现生锈的情况 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养兔转不转 量法是关键 这里的量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 新西兰兔养殖中 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哪些方面呢 滋养种宫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 因此对种宫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 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 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 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 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 影响种宫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 在世纪生产中特别重要 在新西兰兔种宫兔配种季节 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 同时可以适当地添加维生素E 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 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 玉米25% 豆粕17% 麸皮19% 草粉37% 微量元素2% 每支每天四位130至150克 每天四位三次 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 当吐射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 只要持续10天 种宫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 密度就会减少 精子成活率低的宫兔 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 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 甚至没有 所以在夏季 要控制种兔设内温度不要过高 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 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 受孕力降低 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 配种次数 在交配次数上 种公兔每天可配种两次 也就是只配一只母兔 包括初配和复配 交配后休息两天 这样母兔的收运率会大大提高 在管理中间 工作人员还有意识地把一些种公兔 笼挨笼地放在了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种公兔平时的饲养管理 最后要把它放在一起 也就是弄来弄 它有一种气味 能这个集货 能增加这个种公兔的行与 这个让它效果比较好一些 了解了种公兔的饲养管理 我们再来说说种母兔 我们都知道 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 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 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 由于种母兔在空怀 妊娠和哺乳三个阶段中的 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 所以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 种母兔不发禽 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 对于长期不发禽 或者处于发禽期的母兔 可以采用人工催禽的方法 促使母兔发禽 接受配种 白日郭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几种 简便实用的人工促使母兔发禽方法 为了促使种母兔的发禽 一般情况下 咱们就把种母兔放在种公兔过来 叫它互相之间啪啪夸 进行促禽 再一个是 就给这个种母兔 就是平时给它提供一个 这个发禽的幻影 作为它发禽的幻影 就是广照 一天不要抵御14个小时到16个广照 一般的广照行当中可以促足性 发禽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 粉红枣 紫红磁 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 就是在母兔外阴部 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 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 种母兔交配以后 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 认真判断 有观察法 复配法 摸胎法 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 种母兔配种以后 一般情况下 要在九天以后才能摸胎 准胎不准胎 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 摸胎检查的时候 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四位以前进行 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 用手的感觉呢 就是从前往后摸 五指张开 清清合拢 当你摸到 种母兔肚的 有一种 好像二层弯的那种 保雷球 那种性质大小的 比较软又比较广化 这就以为它真才了 如果你摸到 给保雷球的大小似的样 那因为是硬的东西 那不是台儿 那是它的粉点 新西兰兔种母兔 妊娠期共31天 分为妊娠前期 妊娠中期 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 新西兰兔种母兔 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 玉米20% 豆泊22% 麸皮19% 草粉37% 微量元素2% 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 要逐渐增加 前期 也就是前12天 每只每次思维70至80克 一天两次 中期 12至28天的时候 每只每次思维80至85克 一天两到三次 但是到后期 也就是产子前三天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饲料要减下来 目的在于 使种母兔缠子以后 乳汁稀一些 便于子兔 吃上出乳 所以 人参后期 种母兔 每只每次 四倍70克 一天三次 在前面 我们提到 种兔笼子里 有一块 铁丝架塑料板 并询问大家 这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 答案在这里 为大家揭晓 这安装 跳跃台的目的 还真不是让兔子 加强运动 那么简单 那是兔妈妈 为奶太辛苦 给她用来休息的 安全岛 说到这儿 怎样照料好种兔 还没有说完 还有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没有说到 那就是 卫生防疫 养过兔子的朋友 应该清楚 兔子对环境卫生 要求较高 对疫病 也较为敏感 一旦因此患病 则是大面积感染 继而带来 不小的经济损失 所以 一定要重视 定期消毒和免疫 为了防止细菌 和病毒感染 要定期对 肿涂射进行消毒 可使用 一比五百倍的 具为酮碱溶液 每隔七天 喷雾消毒一次 火焰消毒 可以对龙局上 存在的真菌 病毒和寄生虫卵 有彻底的杀灭作用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一般 一月一次 按照国家畜勤免疫要求 种兔药皮下注射 兔温灭活疫苗 一年两次 子兔出生后 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 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 十分关键 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 采取相应措施 让子兔吃好吃足母乳 这对提高子兔成活率 促进生长发育 十分重要 中母兔出乳 营养丰富 还含有免疫球蛋白 应该让子兔在产后 五到六小时 吃足出乳 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 体质健壮 这子兔有强有弱 太弱小的 就会抢不到乳汁吃 在竞争中 处于劣势的子兔 就会越来越弱 严重的甚至死亡 需要及时淘汰 对弱小的子兔 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子兔 应该坚决淘汰 因为这样的兔子 即使养活 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 不如及早淘汰 一般情况下 每一窝子兔 留到7至8只 较为适宜 这样能提高子兔的 生长速度和成活率 新西兰兔子兔免疫 要按照国家触勤免疫要求 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受医指导下进行 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 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 子兔28日零断奶以后 一部分进入右兔和后背兔管理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数了 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 就可以育肥了 合理思维是新西兰兔 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 商品兔育肥阶段的思维 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 有针对性的进行 要做到今天少胃 早餐一早 晚餐一吃 看兔头料 我们都知道 兔子的习性是晚上活动的物 它才吃量 晚上要占到70% 百年只占到30% 只有我们这样做好了 才能兔子快得正常 新西兰兔商品兔 前期粗蛋白比例 一般情况为12%至14% 商品兔早期建议 饲料配方为 玉米22% 豆泼11% 麩皮20% 草粉45% 微量元素2% 每只每天四味 120至150克 自由采食 45日零以后 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 可以适当提高 达到15%至17% 商品兔后期建议 饲料配方为 玉米25% 豆泼17% 麩皮20% 草粉36% 微量元素2% 每只每天四味 100至180克 自由采食 育肥期的肉兔 需要安置在安静 光线比较暗的兔射 进行饲养 一般情况下 新西兰兔 70至75天左右 重量达到 2.5千克左右 出篮就可以了 通过量种 量摄 量料 量法的综合配套管理 新西兰兔养殖 取得了成功 并获得优质优价 锦韵成线 年出篮量 就达到500多万只 直接带动农户 1.9万户 新西兰兔自身的经济价值高 市场前景好 在养兔业中 具有独特的优势 而养兔业是高产优质 低耗高效的养殖业 发展养兔业 符合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 所以 如果您的条件允许 又有兴趣 不妨加入到 新西兰兔的养殖行列中 在四两养殖方法下 一定会收入多多 好了 本期农港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